今天聊什么呢 昨天大家都是迎来了 京东的上市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港股市场上面 已经有阿里巴巴 还有京东 还有一个没有来 拼多多 内地他们叫做 就是电商三国沙 就因为他们等于是现在 让大家觉得说 电商比较重要的三大巨头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稍微 来聊一下他们的话题 好不好 好啊 先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的 就是从市场上面的 一个角度来看 有多少人 他们是在用这相关的APP 或者是相关的网页 来购买 在做一个网上购买的行动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活跃买家的情况来看 你知道最厉害的 可以想象是阿里巴巴 是 然后呢 没有想到吧 第二名竟然是拼多多 就是这个粉红色的 也去到6.28亿耶 但是原来京东是3.87亿的 这样的一个活跃客户 会不会从活跃客户上面 让佳琪会一下子觉得说 比我们想象中京都要来得少一点 是的 因为从那个 那个明清来讲 我们应该在香港 会比较理解就是京东 拼多多说是最近几年吧 开始知道 新崛起的后浪 是的 这是后浪 但是呢 你从一两年 你会看见从一八年的时候 拼多多的那个 国约消费者的数量呢 就是很快的增加 那个也是当中一些 比较大的原因 是说 因为拼多多做一些 比较小的城市会比较多 但是那个购物力呢 他们增长的速度非常地快 所以呢 拼多多说真的 增长的幅度呢 在过去几年 应该是说非常的好 以大家去看的话 其实它的一个 新增用户的速度 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其实是超过阿里巴巴的 不光是超过京东 那现在 活跃的那个数目 当然了 就是暂时还是阿里巴巴是龙头 但是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我做电商 不是说只看那个所谓的活跃用家 你很多人活跃 是不是代表一定钱赚的都不一定 我们慢慢来看 另外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 是三大电商APP的使用时长 那还是一样 阿里巴巴是那个蓝色 拼多多是粉红色 然后京东是橘黄色 佳琪你有沒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使用时长呢 好像还是阿里巴巴 很平均的居多 然后拼多多呢 又是进一步的一个扩张和增长 京东呢就很特别 它基本上维持的 没有怎么特别大的变化 是的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就是拼多多他抢到的时间 就把那个目光啊 从消费者那个抢过来 他去抢的 其实抢的是阿里巴巴的份额 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这样说 因为你从他的百分比的增长 拼多多呢 真是非常的多 其实呢 我觉得因为那个电商的平台 是一直的增加的 增加的部分呢 说真的 他也藏了这个京东 因为如果是平常的 大家应该会一直的增长嘛 它的饼是一直的大 但是你看到京东的饼没有大 对 它就会拿了 其实是拼多多给拿了 所以我觉得它不但只是藏里 阿里巴巴还有京东 如果说增长的幅度呢 我们就看到拼多多增长的速度 真的非常的快 尤其是他们主打的城市 还有他们的变化 还有他们那个卖那个广告 我们如果看 真是那一地一些电视的节目 每一个差不多也是说 有拼多多的品牌在里面 然后好多的综艺节目都是拼多多赞出 之类的这样的 那所以说 这个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不管是从大家花在上面的时间 另外呢就是从这个活跃用户 其实真的是最近的 应该说新风流人物 应该是这个拼多多 但京东作为一个老牌的 这样的一个电商和淘宝来看 其实本质上还是 内地电商的头两把交易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从GMV的角度 那其实我们留意节目比较多的家庭观众 一定会发现 我们一直会说 这个所谓的成交的一个角度来看 成交总额2019年 大家可以发现 拼多多再厉害 刚刚时间花的再多 人数再多 但是好像花在上面的成交总额 的所谓的买卖的钱 还是阿里巴巴和京东比较多 是的 阿里巴巴有6.58万亿 京东是2.08万亿 当然就是这个头部阿里巴巴显得 非常的强势 但接下来这种就是变化的格局 会不会产生 甚至是在GMV方面 京东会不会也要面临拼多多的挑战 也一定会 因为你看到拼多多 它的增长的幅度非常的快 还有呢 如果说那个市场里面 拼多多的客户的那个收费的能力的增长 应该会继续的拉升 比一些城市的京东或是天猫为主的一些消费者来讲 他们的购物力就是增长的会比较快 就是说他们的客户的购卖的能力 是应该说跟京东来讲的增长幅度应该是多 但是也不可以说京东完全的是比达下去 因为京东最近呢 也是开始他们在一些上线城市以下的一个增长 他们增长的幅度也不错 每一年差不多有两层多 所以说呢 虽然京东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 那个增长的幅度不是很快 但是他也知道拼多多的厉害 从头呢 就是拿那个物楼那个尝试 去跟拼多多去拿一些实战率 所以我觉得拼多多的增长幅度呢 GMV呢应该会增加的很厉害 但是同一时间 京东呢应该也是会有一个改善 京东也不是吃素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大电商GMV的占比啊 刚刚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想象阿里巴巴的占比 大概是占到66% 京东呢有20% 拼多多呢 还是有12%的一个市占率 那其他呢 也有很多的电商平台的 他们大概是占到2% 给大家有一个印象 那我总结一下吧 总结来说呢 有靠了3.8亿的买家 拿下了7%的用户时长 和20%的GMV 我们说的是谁 京东 那其实他也不错啊 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他不需要说非常多的人 非常多的时间 甚至会让人觉得说 他的用户是很精准的用户 是的 对不对 然后或者说他的 他如果能够拿下这样的一个GMV的 一个占比的话 说明他在少用户一点 或者是少时长的方面 他反而是做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业绩出来 这点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分析 就是您刚刚说到的那个点 因为他还是一个在业务上面 比较重视他的一个物流方面的情况的 甚至是仓储方面的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如果看中这一段的 这一块效率的一些消费者 有可能还是会选择京东 是的 因为京东如果我们从他的收入去比较 大部分的比较大的电器 一些用品 也是京东的收入的百分比 对 他很注重IC产品 大家的印象都是 是的 如果说我们要买IC产品 就是有品牌的 一定会找京东 因为第一时间就会找到 但是第一时间找到之后就走了 因为没有其他的去买 所以从我的经验来讲 也是这样子 如果我会找很多不同产品的量 可是分率 可能我会去天猫 或去淘宝 两个地方 但是如果我真的去看电器等等 小电器也好 大型的 也是靠京东 京东在这方面的那个地位 应该说不可以拿取 因为很大的电器 只有他自己可以做 如果你找了内地一些物流公司 可能那个费用是非常的大 还有也不是说他会时间会那么长 但是京东就是精准放在这一些产品 这一个部分的地位 应该会有一个不能改变的情况 所以就算是拼多多也好 阿里巴巴也好 跟他去比较的话 就是应该说他也竞争的能力是最强 尤其是如果是物流方面 再往后呢 我们可能会要看 京东会不会在其他产品 会有一个协同的效果 如果他真的是有一个打算 就是现在我的物流墙 里买一些电器 跟我们其他一些比较大型的家居也好 一些产品 一起来送 对 一起来送 我觉得如果京东真的是放在一些信息 在里面去组合他们的产品的话 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发展应该也是挺好 只是过去几年 他可能的焦点是放在物流方面 没有放在他产品方面 我觉得你这个提醒也很好 希望那个刘强当东他们团队听一下 这个建议还蛮不错 因为大家其实对于京东的商业模式 某些程度是存有一个小小的问号在那边的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他好像和传统的零售行业的区别 不大 为什么这么讲 大家就会发现 他的一个产品的收入是占的 他收入的比较大的占比 占到接近有九成的 反而是服务的收入 大概是在一成左右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 就让大家会感觉说 一般的实体的消费店里面 我们有仓储 有这样的这个状态 其实京东它就有点像是线上的 一个实体的商店的感觉 他比如说他仓库那边 也是很重的一个重心 你刚刚我们一直说到的物流配送中心 他也是自己来做 那这一点呢 令到我们在版面上面看到的 他的运营的利润率也好 或者是他的JP的净利润率也好 都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状态 就是一个非常低单位数 但其实这个已经是有增长的一个 结果来看了 所以说大家就一直对于他 觉得他做得不错 但是呢因为他太厉害 现在不是都喜欢亲资产吗 所以就会觉得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不够赚钱 我们就比较一下好了 你知道阿里他的净利润率 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几的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收的是我们当中的服务费用 对不对 那不是说我只卖产品的这件事情 所以说其实经营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应该说如果我们从科技股 要看他的赚钱的能力 一定是他有多少个平台 平台就是一个基本就是唯物的费用 不需要很重的一些资产 如果你说物流等等就是旧经济 你需要车怼啊 你需要人工等等 对一些公司真的是太厉害 太重了 如果真的是他的量不够的话 对他来讲是有一个很大的 不利好的情况 所以阿里巴巴也是精准在平台方面 有很多不同的科王股也是这样子 就像您所说的 那个阿里巴巴他收广告 对不对 他收那个客户的那边赚那个佣金 但是京东其实选了另外一条路 但是不能够说他不对 因为你在疫情期间有没有印象 疫情期间他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 大家看到他一季度的这个业绩 表现得非常的好 就是因为大家发现疫情期间什么东西都停顿的时候 原来我有一个自己的物流队伍是很重要的 但是问题是疫情会过去吗 是过去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在京东在疫情之后 它会有一个发挥作用的情况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之前可能从天猫去买 或是从拼多多去买 发现他们有一个不准时的情况 就会令到我开始转到 连行公司 如果开始之后呢 可能我已经打了一些钱在里面 可能他的优惠会会比较多 就是好像是最近他618 他一个运较的费用是全民的 但是商人也是这样子 所以说他有能力去用他自己的强势的情况 尝其他公司的客户 我们也知道如果一个基本的投资 在那个物流配送方面 可能也是一个fixed cost 那个固定的 只有他的亏模是很大 然后呢 他的经营利润就会有增长 如果是这样子 会不会有可能再往后呢 现在就是有第二波的运行 对啊 忘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只要他的产品就改现 大家对他的信心 配送的信心会比较多 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常识情况 因为我觉得 如果说我那个网购 那个经验来讲呢 如果医生公司 从我买一产品 是由其他的公司去配合运送呢 可能我找的点 可能会有不对 当然是什么事情 虽然现在我说 那个顺丰 他的跟踪的系统 就非常的好 大部分也只知道 他存在哪里 但是呢 如果从基前的经验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投资者 或是一些购物的人 会觉得如果一条龙去配送 我的信心会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京东的再往后呢 可能他的念铁的度 就是说我们念在那个平台的那个情况呢 应该会有一些中性度的增加的 那看起来呢 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 所谓的商业的model 那这种不同的model 其实是在不同的时间 需要大家去慢慢的印证的 不是说一时三刻 你就说好像一下子看哪个赚的多 就一定是最好的一个模式 其实不一定 那我们只能让时间来告诉我们 但是大家不要被这个净利润给吓到 因为这个净利润率 毕竟它的那个量很大 所以一成呢 大家发现它其实赚的也不少 不要太担心 那好了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 今天科王谷的表现吧 像是腾讯方面 表现非常的厉害 去到了465的一个状态 那阿里巴巴今天也能够靠稳 京东呢 今天是上市第二日 现在是靠稳的一个状态 不过美团呢 就是略微啊 在高位有些回落 那同样啊 其实我们也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话题 想跟陈迟一起来聊 就是618嘛 因为您刚刚都说了 大家很关注这个 高大上的陆家嘴金融论坛 但我们这种小视频就关注 618年终购物狂欢节 我不知道陈迟 您或者你们家人 有没有参与到这个当中 京东618 也有啊 等会给我们现身说法一下 京东618累计下单金额 有达到2692亿 天猫呢有600 天猫的618呢 有6982亿 那从下单金额的角度来说呢 是创了一个新的记录 甚至是如果把所有的平台 加在一起呢 市场上面说 都已经是超过万亿的 这样的一个记录角度 而且呢 你看到像是很多的其他的股份 包括像是快递相关的股份啊 好像市场上面今天也是有所反应啊 之前就涨了 那从那个 您先跟我们聊一下京东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京东618 年终购物节 是不是其实真的是一个 让大家从疫情之后啊 从消费的角度来说是复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对这次618是非常火爆而且这次和往年不同了 往年就是说的618就是很多都是618一天 今天今年是从6月1号就已经开始了 从6月1号的购物节一直持续到6月18号 那么那么我本人啊就我太太也是6月1号前就把那个该买的东西啊 什么什么iPad啊 什么小孩的奶粉啊 还有什么我的衬衫啊什么的全部看见比较好 我算一下这次618我也差不多贡献了1万块钱 哇 这里面有你的一份 对对对 也买了一些酒啊什么的都是称就是一些可以囤的东西啊 我们每次都是称这618或者双11啊 就就一次性买够啊 这个就是把全年的那个消费都都堆积在一起啊 那么昨天我也开车看那些那个就听那些那个新闻啊 就我觉得618确实对国内经济的复苏 还有这个产业的升级啊 因为包括现在出口可能也比较困难嘛 现在通过这618把一些原来出口的产品这个内销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充足的渠道 那么我昨天就听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就讲那个讲那个鳗鱼啊 就讲那个日本料理的那个鳗鱼啊 就是日本的鳗鱼绝大多数从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啊 那么从中国的福建省那个进口的啊 那么现在由于疫情的问题 那么鳗鱼呢就出口不到日本去了啊 那么出口不到日本去反而这次618呢 就是然后持续的这种线上购物活动啊 就这些鳗鱼呢就是自销的鳗鱼啊 全部都给国内消费者全部消化掉了 甚至说还供不应求啊 那么也是证明就是居民的这个消费升级啊 就对于这个这个餐饮啊 自己食品的那个消费升级啊 甚至他们一些养殖厂都说啊 如果说是日后放开对日本的出口 他们都没有货出口给那个日本啊 所以这个购物节啊 这种活动我觉得对于这个 对于这些公司啊 尤其是中小企业啊 那么它的一个销路啊 尤其是一些出口受影响的企业 我觉得影响是非常是室内非常大啊 从我身边氛围来看 这是618的氛围还是非常好 那么我昨天晚上睡觉前啊 也趁着12点前也上京东 去逛买了两瓶洋酒 然后也买了点那个衬衫啊什么的 确实是有折扣比较大啊 平时都舍不得买的酒 他一下子降价了一两百块钱 马上就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消费促进 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之前我们看就是一些快递股啊 其实之前就已经开始异动了 对您说到快递股我们也有看到数据啊 比如说像是顺丰那一边 五月份的快递的服务 他出了个简报嘛昨天晚上 然后看到这个营业收入呢 达到有119.94亿 同比增长了有超过四成的 而在这个业务量件呢 也达到6.36亿件 同比增长83.8%的 供应链的业务收入有5.4亿 同比增长28% 单票的收入也有18块钱 那好像是说这个这是五月份的一个数据嘛 接下来加上618的话 我估计 对不对 更夸张啊 这个还有憧憬吗 我觉得憧憬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种网上经济 线上经济 这个肯定是大势所趋 这个不管是疫情的影响 还是现在的越来越烂 现在 现在有些时候 你小区门口卖的东 都不想拎进来 买的东西啊 你都不想去买 你都会上我下单 而且对而且价格还比那个就是身边的实体店便宜啊 所以这个电商绝对是绝对是是那个大事所需啊 也确实是挺多 还是包括之前的直播啊 那些活动其实啊 确实给消费者带来了挺大的优惠啊 实际也确实省去了一些那个中间的环境 但是现在就是实体店确实是一些实体的经济啊 就很难啊 实体的小门面确实非常困难 你现在不处啊 你根本就就很很困难 再加上现在北京啊 那边疫情又又开始 那个好啊 谢谢谢谢陈迟啊 给我们看到了这个现在这个整个市场 尤其是在那个整体的一个消费观 消费的模式到底是为什么可以看到 对于阿里巴巴或者是京东这样的股价会带来带动 谢谢陈迟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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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